會長,來先跟我們報告 大家受害者,記者臨時,大家好 做生理的本來跟政典,不能跟他們掛高 政典跟生理人掛高,不亂也難了 但是今天為什麼會這麼多 中小企業的造船 因為,正經是要多賣掉 我們補充公會,在等高峰的時候 是差不多一千七百多月會完 最新的統計,現在剩一百七十幾月 這些人就,不是太高了,收起來 不然就是不得做,出走,還是怎樣 我想台灣經濟走到這樣,也不是這天兩天 可是,現在要簽的符帽,我簽下去 後面的變成怎樣 就是,可能台灣人未來 要換成中國老闆的辛勞 我們現在差不多所有的原料 無論國和國業,原料來完 已經七十八十都是我們中國來了 目前還有一個基劑 我們中國老闆的生理,我們自己做 我們以前是換膽子去世界去拿肩膀 我們現在已經無靈力去拿肩膀 因為你的身份太高了 求到現在,已經求到不敢出門了 在台灣回來做生理 現在我開放一頓 我們現在的狂權病回家 還要放一頓 這種東西,要進來蓋我們的後腳 我想,全世界都要找到 像誰會這樣生活 這個,上禮拜 我們的諾貝爾經濟學長 這個,克魯曼有一篇文章 他在探討中國的經濟 他說中國正騎著詐騙的腳踏車在撞牆 那,中國對世界經濟呢 影響只有3% 只有3%而已 對全世界有什麼影響 但是,最大的最大的就是 他周邊的某一個小國家 這個國家是倒一個 我想,用膝蓋去想也知道 中國正缺錢 我們,我們還一直在撞過 我想,如果撞過去 我放他們在就想 這,這種行政 我們沒辦法理解 沒辦法理解 當然,修行其人是 會修腳踏才會痛 會修腳踏才會痛 我們中小企業其實是 我們經濟的回血管 我們政府已經把 準備把這個回血管 幫我萎縮 我相信,回血管萎縮 這個人要挖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 想要做殭屍比較好調 我們不理解 希望這種 這種的 感慨可以讓大家 都可以看清楚 這是我 我喜歡 謝謝